大家好 我是TOTAO 我們現在在戶外這邊 今天 我們要開箱我們的新車子 這台車子是光陽出廠的名流125 而且這台車它已經改款了 沒錯 我們是買在改款之前的車子 所以它的售價我們買到是 61800元 看到一台買菜車 125cc 只要6萬多塊錢 你不會覺得 這個價格 讓你很心動嗎 尤其我們工作室上一台車子是光陽的G5 那時候好像在 13年前的售價一台就要7萬多塊錢了 可是如今我們現在還可以用6萬多塊買到一台機車 我是覺得 先不管 它的表現是如何 這個價格已經夠棒了吧 而且這台車是採取 前疊後骨的設計 前面是雙避震 然後後面是單避震筒 尤其是說它車上有搭配USB充電孔 還有兩個小掛鉤 甚至說它的車燈配備也是該有的都有了 只不過為了符合環保法規 它現在的大燈就一律就是一啟動 就是直接開啟了 我在社團上有看部分的車友有分享說他們的這個坐墊內板啊 可能你用一段時間它就會裂開 就會破掉 而且我們在買車的時候就發現說它的內板裡面已經有 當初原廠做出來的裂痕了 比拐了 對啊 只不過以一台6萬多塊錢的代步車來說 這個小瑕疵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它這台車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是使用傳統的指針儀錶板 它不會像現在新的車子 你用一斤儀錶板的話 可能你期隔幾年 或是 太陽照多一點 很快就白內臟了 而且它這個風膜我們特地留到今天 又跟各位一起打給它 來吧 準備好 3 2 不管了啦 它已經是我們的車子了啦 不管了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各位啊 帥 但是我記得說通常買機車啊 應該它都會付一個工具包啊 但是它這台車竟然沒有付 我也是覺得很納悶 那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剛剛騎乘的心得啦 在爬山路的過程中 它的懸吊還有它的引擎帶給我們是一台 輕巧的代步車 它的即時加速的能力可能不及我們平常的競速車 但是我們從剛前車到加滿油 直到現在50公里啊 它的油表 指針從來沒有動過耶 我都懷疑說這指針到底是壞掉了 但是我們對於好車的定義 拜拜中 可是對我們來說 一台好的車 適合你的生活日常 只要夠省油 好養 這樣就夠了 那感謝各位我們一起到 10萬訂閱了 為了感謝各位的支持 我們頻道決定抽出 20個 蝦土豆擋一板給各位啦 與各位一起分享我們 10萬訂閱喜悅啊 至於活動辦法 請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就好了 其他的補充還有詳細辦法 我們會在影片的底下留言處 跟各位再說一下 感謝各位支持啦 我們下個影片見啦 拜拜 耶 10萬 哎 拍誰 我拍影片啦 我也打擾你喔 不會打擾你喔